大陆学者王建民近日发文指出 台湾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 虽然有些善良的民众向大陆表达了关怀与爱心 但是就整个台湾社会观察 无论是蔡英文当局的态度和做法 还是岛内社会的氛围与表现 不仅没有表现出基本的人道关怀与怜悯之心 反而是呈现出了一种冷漠无情 落井下石甚至是幸灾乐祸的心态 出现令人非常震惊的台独民粹主义恶浪 这些人以乳中黑中为荣 让曾经被称为是台湾最美的风景 使人光环瞬间崩塌 蔡当局在处理疫情问题上 对大陆的极不友善的敌视立场与政策导向 我们就不用再多说了 台湾民意机构负责人游锡坤 竟然是公然的声称 疫情有利于强化所谓台湾国家意志 这真的是赤裸裸的台独叫嚣了 跟美国财政部长声称 大陆疫情有助于产能回流美国一样的丑陋 这种氛围扩散到了整个台湾社会 在大陆有高的知名度 嫁给台湾乒乓球运动员的 日本乒乓球运动员选手福云爱 在社交媒体上写上 武汉加油之后就立即删除了 台湾绿色媒体 比如说像自由时报 三立电视 包括年代电视与一电视台等等 对大陆新冠肺炎疫情 没有任何客观理性的报道 对大陆应对疫情所采取的重大政策措施 没有任何正面积极的评价 全是负面的批评 以攻击 而且对大陆是冷嘲热讽 恶意重伤 激进丑化 年代电视台 甚至是公然以中国病毒 侮辱全中国 岛内官民 朝野与蓝绿 军部遵守世卫组织有关规定 坚持使用 具有地域歧视性的武汉肺炎 就是坚定敌视大陆立场的表现 在选举当中 以批韩挺菜走红的台湾 网红馆长陈之汉 借着疫情攻击与辱骂大陆 被绿营媒体视为是大英雄 不断的报道与赞颂 对西方反华势力 借疫情攻击大陆抹黑大陆的言论 绿营媒体是如获至宝大肆宣扬 不断的重播 而对日本在疫情期间 对大陆表达的友善与友好相助 确实极力回避 不予报道 另一方面 他们对岛内外 对大陆友善或者是公正的言论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对大陆防疫的肯定 也会受到攻击与批判 可见 如今当下的台湾 有些人竟然是以黑中仇中为荣 以友中善中为敌 可整个社会笼罩在一片 极端仇视大陆的阴云之中 可以说现在的台湾 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台湾了 台湾也不再是大陆民众 心目当中的美好榜样 台湾最美的风景 是人的美誉 在这场疫情灾难面前 可以说彻底崩塌 台湾社会 在这一次疫情面前的所作所为 也给大陆民众一次震撼教育 得以重新审视台湾 认识台湾 得以重新认清台湾 民主人权的真相 认清台独的反动本质 新华两岸快乐 我是吕璐 明天见 明天见 可爱 和 整理